为了增进对中华民国民主政治、社会发展以及经济等各方面的了解 罗省中华会馆一行36人的参访团将在10月30号赴台访问 而近期他们在洛杉矶举行回台参访团授起仪式 罗省中华会馆将于10月30号至11月4号组团回台访问 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夏季昌 洛杉矶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主任翁贵棠 于24号为访问团举行授起典礼 这次的人数比去年还多 有36位 那么当然我想这个参访的意义非常地重大 因为罗省中华会馆从中华民国建立 之前就支持我们中华民国 那么一路以来对我们自由民主的台湾都是非常非常支持 而且跟台湾的可以说是紧密相连 所以我们今年跟以前一样 我们邀请他们到台湾区来做一个参访 也会安排来敬见我们的这个总统府的长官 还有跟这个最重要的外交部跟桥委会 有一些这个卫谈 希望能够让他们了解目前台湾最新的一些政策 还有各种建设的情形 这次我们中华委员组团为台湾的访问 越来越我们可能的话能够保持台湾跟我们的传统桥社密切的人乐 另外我们看看那个新政府 我们也希望将我们的传统桥社海外侨胞的预言 带为那个台湾去跟那个差异政府人民知道我们的想法是什么 访问团由中华会馆大首长共同主席方杰周 马培道 监事长吴玉熙 以及副监事长黄中燕带队 一行36人将赴台进行为期五天四夜的访问 期间将拜会总统府 外交部以及乔委会 同时参访日月坛 故宫南院等景点 让参访团能深刻体会台湾人的生活面貌 增进对中华民国民主政治 社会发展 以及经济建设等方面的了解 体会台湾传统文化的精髓 中旺电视采访报导